Hello 大家好 我是施古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神祖新聞報道 今天是6月12日 星期日 相信有很多觀眾都應該繼續睡覺 睡到黃朝八夜都不要緊 不過起床記得看看井仔怎麼看 留意一下今天有什麼新聞 今天的氣溫是28度 又是下雨 整個星期都下雨 其實真的挺討厭的 搞到有時快地濕透的話 有時晚上出街都沒有這個心情出街 跟大家看看昨天的確診數字 那些數字已經爆上去 基本上究竟現在是不是屬於第六波 雖然政府未正式承認第六波這個事實 不過我也覺得應該是第六波來了 因為昨天的新增確診數字是851單 單日升了27% 張竹君形容社區依然有不少傳播鏈 在社交活動增加的情況下 個案難免增加 而且兩名分別住在大埔廣福道 和沙田和風村的女子所感染的變種病毒 BA.2.1 2.1 源頭未明情況令人關注 已經去到800多單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作為一個合資格的特首 即是你看到這段時間已經不停500多單 600多單 接著昨天去到851單的話 即是我覺得 是不是應該要開一些很特急的記者會 去宣布給大家聽 究竟政府未來會有什麼干預措施 而不是說就這樣放在這裏就算了 這件事真的相當之鬼 大家經常都覺得 每逢去到特別日子 或者談通關的時候 往往會大爆發 其實習主席下來和快要通關的概念 都差不多 已經不單止我在內 已經有很多人進行一個分析 就是說 大家不是根據一個科學分析 純粹是覺得 一定會有人玩東西散播病毒 結果真的 真的 每逢快要到 快要到 快要差不多的時候 就莫名其妙地去爆 然後政府又很配合地 是沒有無謂而治 就是任由他 和3、4個月之前的做法 是餐天共地的 究竟現在政府這種無謂而治 是選擇相信科學 還是有什麼目的 希望達成 而能夠什麼都不做呢 八百多單 之前專家很喜歡出來 又說政府應該要怎樣防疫 梁卓偉 是的 現在第六單 你的數學模型 雖然錯了少少 因為遲到 但是現在八百多單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出來 又叫政府鎖些什麼 又鎖些什麼 當時你梁卓偉 很厲害 你一個WhatsApp 斷了 全部人迷路 對不對 既然你這麼有辦法 斷了人迷路 你不要發個WhatsApp 你打個電話 不用停食肆 只是停酒吧 應該相對容易做到 但是為什麼又是什麼都沒有做呢 請問梁卓偉 你又去了哪裡 你的數學模型又去了哪裡 以前和袁國勇的建議 又說左封閉又封閉 不知道袁國勇 又有沒有去過蘭桂坊的酒吧 又試一下通風 又有沒有拿著羅姦到處走 還是擔心蘭桂坊的招招招招招 請問為什麼去到八百多單的時候 昨天四點半就知道八百多單 距離現在過了十二個小時 又多了 為什麼不見之前任何專家出來說話 為什麼他們不再為香港發聲 明明之前日日唯恐天下於不亂 日日又叫政府左封又封 為什麼現在不封 是不是當中有什麼陰謀 真麻煩這些專家全部解釋清楚 說起那些專家真的很生氣 不要他的時候衝出來廢 要他出來的時候 每個都縮進媽媽的洞裡 什麼都不說的 我覺得這些是完美的賤人 原來讀這麼多書 就是為了沒事的時候 收到主人命令 出來斷人米露 現在很大件事的時候 縮進自己的洞裡不會幫忙 這些專家 7月1日就去馬會幫忙 西非來了 下一單新聞 食環處和警方巡查了全港近700間的食市和酒吧 7間的酒吧違反了防疫條例 停業14天 在我未讀新聞內容之前 我都想說 其實遲了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前 就應該要左查右查 要去到八百多單 然後你才來查的話 其實就無補於是 你昨天八百多單 那你今天也很大機會是八百多單 甚至乎上去一千單都不頂 現在才來查的話 應該是上面的人 即是說做一下樣子 爆來爆去做一下樣子 因為你真的從有心 賭致病毒去做的話 應該一個星期之前就做 連我這些 你讀過一年護士而已 我都有辦法預測到 雖然我數學都不差 但我都不需要用數學模型 好了 和大家讀一下新聞 多間的酒吧爆發群組 食環署的發言人 在昨天就表示 處方就不停去加強巡查 在香港的10個區 巡查多間的食股和酒吧 並且檢控了15間的酒吧 和2間的其他餐飲負責人 被罰那些食股 要停賽 晚市 和每台人數上限 減至2人 有些被人捉到 停業14天 另外 食環署也向12名 沒有符合要求的員工 和2名涉嫌 沒有戴口罩的員工 發出5千元的告票 老實說 得罪說句 只是做一下樣子 你爆到現在才做就浪費 好了 下一單新聞 和大家跟進一單 昨天說過的新聞 昨天就和大家說過 一個11歲的心肌炎女童 她昨天接受了手術 不過仍然未過危險期 家屬表示她仍然努力地活著 逆童的依依 昨天在Facebook專頁發文 昨天心臟做了小手術 已經穩住了 不過情況仍然每放月下 希望大家繼續為她祝福 下一單新聞 診所原本幫一個女子打HPV 變成打科興 事後還要求其他人放棄追究 診所說 沒有女子打針前已經簽了同意書 這些醫療事故被人威逼 要求放棄追究 我想我也算是有經驗說話 因為我四五年前真的經驗十足 而且有文件 不過可惜 始終為了要保護家人的安危 很多事情 在自己還是一個小小小的時候 不可以說 否則隨時好像那些電影橋段 被人滅口 大家可能過幾天見不到我都未定 好了 跟大家說一下這單新聞 香港有診所被人說她懷疑打錯針 不把科興疫苗不當HPV針注射 事主陳女士向香港01投訴 說在6月8日去到尖沙咀一間診所 去注射子宮頸癌疫苗的時候 護士幫她打了科興 事後診所提出一萬元的賠償 但是要求她簽名封口放棄追究 她最終拒絕了 就說錯了就是錯了 打針這麼大問題 陳女士亦都向記者展示了HPV的預約紀錄 涉事的診所事後回覆就說 事主來到診所的時候就說要接種疫苗 登記之後就發現客人是用港澳通行證的 醫生評估了客人適合接種疫苗之後 職員就帶同她去接種新冠疫苗 並且在之前也有拿過同意書 和客人核對簽署同意書 簽了之後打了 接著就說哎呀又說不是啊 但是陳女士原來是有錄音 就是證明了護士多次承認打錯針 當中是提到真的打錯了 因為我真的做錯了等等 事後賠一萬 但是又要什麼都不可以說 所以陳女士就覺得她不差過一萬 自己健康更重要 所以呢 都是你打算把這件事跟傳媒說 並且就是報上衛生署 幸好陳女士得罪的這一間不是叫港安醫院 如果不是你都幾頭癢 如果不是隨時都變第二個井仔 因為大家都知道有看我的新聞 我都收過一些WhatsApp說要買起我的手手腳腳那些 可能細診所沒有那麼大能耐 即操縱的人沒有那麼多 而且密諾那些人物未必可以操縱大人物可以按下這件事 所以就被記者報了出來 老實說 淡凡發生這些做錯事 通常他們一開波 都會想著用一萬元去封你把口 其實大家初初看我的新聞 我都是被人用一千元 一千五元想著封我把口 不過我沒有拿過那張支票 這樣解釋 所以大家看到 淡凡就是說 一出了事的時候 他們很喜歡用錢去達你 但他用來達你的錢 其實就很少 一萬元當然要賺一個月才有 但對比起這間診所所發生的事來說 一萬元真是雞無算皮的事 所以不凡各位 如果將來和醫院或任何醫療機構出現什麼糾紛都好 別人叫你簽什麼 千萬不要簽 千萬不要為了眼前的型頭小利 放棄了可能將來真真正正屬於你的權利 還有這些診所一反轉豬套就是屎 他都會拿屬於他的文件出來兇你 就說 你都簽了 現在你都是犯法 他們一定會有很多不合乎法律的言論 兇你說你犯法 你不簽的話 其實你接種了科興 你等於偷了我你知科興爭 所以我們都會報警以盜竊方式去處理 一定會有很多不知所謂的言論 聽下去不合邏輯 但是最重要是 要你害怕 要你害怕 要你收口 就是這麼簡單 這些案件層出不窮 總之就是提醒大家 有什麼事 只要你知道道理在自己那裏的話 找傳媒 找傳媒記下這件事 幫你做下紀錄 你之後要去追究的話 都方便很多 如果不是的話 你雞同鴨講 口同比較的話 就令到將來你要去追究這件事 就會變得極為困難 作為一個過來人 就提醒一下大家 但凡牽涉到封口等等 千萬不要簽 因為其實我 都還有更加多東西可以分享 不過 這一部分 好像當時被平機會簽了一份藥 不可以說還是不知怎樣 我要回去查才可以看看 即是可以不可以說 不過關於平機會的壞事 我遲早有一天都會爆了他們的文件出來 下一則新聞 之前都跟大家說 習主席會不會下來 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但暫時就有一個小小小的跡象 或許暗示習主席有機會下來 為什麼呢 因為東沖一間小學 邀請學生參加6月30日和7月1日的接機 而且事前需要隔離7天 這些就是很標準的 之前跟大家說了要去接習主席之前 所要去做的事 所以 即是有東沖小學這樣去做的話 可能 未必是習主席一定會來的 只不過是有機會來 所以就叫學生去隔離 因為反正學生隔離的話 那些錢又不用家裡出 應該都是政府或者學校包底的 大不了如果真的不來的話 照舊都可以叫學生去出席一些不同儀式 不過有這些舉動 都是令我們能夠見到少少的希望 並且學校發通告的時候就說 這個是難得的光榮任務 用得這些字眼就真是很令人不去想 即是不會不去想是習主席有關的事 總之看到這一類型的活動 就開心的 現在12號 希望不要再爆上去 即是你再爆上去的話 香港人頂不順的了 八百多單 難道你真的要習主席頂住千多人下來 即是千多人確診下來嗎 雖然到時習主席下來的時候 就會閉環 封閉式處理 那千多人肯定就不能接觸到習主席了 能夠接觸到習主席的人 每個人都一定是 會接受了七日隔離 做核酸檢查 確保安全 但是觀感不好 你不可以說外面每個人都是喪屍 跟著裡面的人 就是人類唯一的保護區 沒錯 對習主席來說是安全 但是整個畫面 對於坊間怎樣去看香港的防疫 其實都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所以歸根究底 如果香港可以在接下來的18天內 搞定疫情的 當然最好 不過香港政府採取這種 無謂而治的方式的話 恐怕就比較難能夠斷絕 因為畢竟梁卓偉、袁國勇 又不傳WhatsApp給林鄭 大家就知道事情很難做 好了 下一單新聞 中環朝朝朝案 警方一連兩天就反罪案行動 月五十名警察就在尖沙咀巡邏 特別是酒吧 拘捕了兩名男子 這些一早說了 這一段時間你去飲飲 你去飲飲就算是日日會被人踢鬥 被人查牌的 所以就 一早跟大家說了 絕對不是馬後炮 在昨天晚上11時 警方去到尖沙咀一大巡查 發現一名28歲男子涉嫌展示假的針卡進入處所 他涉嫌誤導警務人員被捕 另外在第二間諾氏佛台一大巡查時 帶走了一名33歲的酒吧男負責人 他涉嫌違反防疫條例599F 下一則新聞 香港的好人好事 屯門大叔無緣無故跌倒昏迷 泳池的救護員就算不是在泳池裡也衝出去救了他一命 救生員的職責就是請力救人 人命的寶貴不分彼此不分地域 即使游泳場內場外遇上緊急情況 救護員都是義不容辭 在前天的下午5點一名60多歲的男子在買完送回家的途中 走經鳴禽路時懷疑線腳跌倒 於是就昏迷不醒 附近屯門西北泳池救生員 民相帶同急救儀器去幫忙 急救儀器都包括AED 發現事主已經沒有呼吸密搏 於是就馬上進行心外壓 以及利用心臟去抖氣急救 即是AED貼片在不同的附近 然後就給電去激活心臟跳動 經過搶救之後 事主就逐漸恢復呼吸和密搏救回一命 最後就是由救護車送丸治理 這次真是幸運有救護員幫忙 因為去到的時候已經發現了事主沒有呼吸密搏 相信未必是等得及救護員過來 因為你腦袋沒有了養份 沒有了養氣那些的話 其實兩三分鐘老細胞就會開始壞死了 就算救回也好可能會有影響 即是你腦神經那些你不知道你會失去哪部分 那你最後會不會救回記憶力衰退 或者就是有些手機不協調 或者就是邏輯思維 反應會慢了呢 所以這班救生員絕對抵讚做得很好 下一單新聞 巴士阿叔坐巴士的時候 伸手去那些座位那些 即是欺騙那裏去摸女乘客的背脊 正義男就拍片揭發兼報警 坐巴士的時候 除了要看針 也要看著咸豬手出沒 一段影片在網上流傳 顯示有一名中年男子 就在巴士上層 摺隻手在前座的洞洞洞洞洞的位置 並且用手指摸人家背脊 拍片者就上前向女事主揭發事件 就說這個男子已經掃了你的背多達十分鐘 並且可以代他去報警 網民就說 這個男人行為相當窗狂 幸好有拍片者挺身而出揭發罪惡 大讚這個男人建議勇為 有些網友就問 咦 為什麼他被人搞了十分鐘都不出聲 要別人出聲 有些人就替他解釋 可能睡著了 真的不覺 或者說其實女生都感覺到 但是害怕或者沒有證據 於是就選擇啞人 幸好有個建議勇為的男士 揭發了這些東西 相當之好 下一單新聞 48歲的主婦跌落去殺豬盆的騙局 被人騙了280萬 警方就扣留了7個人 就說他們涉嫌詐騙 一名48歲的家庭主婦 就在社交平台認識騙圖 並且迅速形成了情侶關係 其實是不是就是出軌呢 即是家庭主婦 在網上認識了人 還變成情侶關係 豈知原來跌入了殺豬盆的騙局 多次匯款指導騙圖指定的投資戶口 結果就被人騙了280萬 警方經過調查之後 以涉嫌串謀詐騙 拘捕了5名男子和2名女子 這單新聞也有比較詳細去說 究竟整件事的詳情是怎樣 不過關於騙人這方面的事 我比較熟 所以我用一些大家最容易消化的說話 去告訴大家 什麼叫做殺豬盆 殺豬盆通常就是 人們會找一些電腦高手 去搭雞盆出來 雞盆就是怎樣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富同牛牛 或者要財證券 大家都知道各位現在買股票 或者投資什麼 用手機 或者用電腦 你很少要到銀行 入紙去買 很少這件事 總之那些騙圖 就會找一些電腦高手 去寫一些類似的程式出來 不過很明顯就是假的 實際上就好像遊戲一樣 他就告訴你 你買這個會賺多少 但其實 別人是在電腦後台 那些錢是遊戲貨幣 你喜歡按多少個零 告訴你你中了六合彩 你的銀行戶口有一千萬 然後你就覺得 很開心 很開心 然後再拿更加多錢的投資 那些人家告訴你 就是人家在電腦上按幾個零出現的貨幣 但是你呢 當初去入錢的時候 就是你真金白銀的價錢 首先就說 例如哄你 你入一兩千 然後跟你說 嘩你很厲害 你投資神來的 嘩 斯拉股神 你買這隻東西 第二天就賺了十倍 他在後台電腦按了零給你 然後 當你說想cash out的時候 然後呢 他們就會有很多理由 就說 沒有啊 cash out不了 你現在手風正旺 不如你入多兩三萬 你入夠二百萬 那你到時 一賺賺夠三億 那你就可以退休了 那你入了錢的時候 當錢夠大的時候 那這些就叫殺豬盤 對不對 所以呢 大家就小心點 因為真的有很多很多人 是用這些騙局去騙人 寫個程式騙你 你很厲害 賺了很多錢 入多些真銀過來 結果出了事 就是這樣 下一則新聞 假冒電子錢包職員套資料 過百受害人 損失近一百五十萬 警方就拘捕了十名男女 其實家偉都被人騙過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這件事 好像是在十二月還是十一月 我不記得了 即是那些Payme騙局那些 即是有人打過來就說 我是Payme的人 麻煩你給你一個驗證碼我 然後你一給的話 就會偷了你Payme裡面所有錢 那家偉是曾經中過招 不過我不是爆他私隱出來 因為他是曾經在自己Facebook那裡 公開說過這件事 所以我才和大家說 現在這群人被人拘捕了 當中有136名的受害人損失 今晚就由四十元至四萬元不等 合共損失了一百五十萬 警方在6月9日就採取了一個叫做真光的拘捕行動 在新界九龍就拘捕了十名集團的骨幹成員 包括四男六女年齡就介乎十七至四十五歲 分別報稱毛孽、廚師、送貨員 其中四名被捕的女子可以保釋後查 另外五名人士就被落案起訴串謀詐騙罪 會在昨天在沙庭園法院提堂 案件仍然調查當中 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 總之驗證碼那些大家要了解 驗證碼等於你銀行戶口密碼 你會不會亂按給別人 得罪說句就算是你老公或者是你兒子 你都不會輕易給他 為何會人家謬謬然打過來的時候 你就會給別人呢 還有你收驗證碼的時候 都會跟你說得明白 這一段密碼不可以給其他人的 只可以給自己的 那麼簡單的事都中招呢 有時候都不知道怎麼說好 下一單新聞 將軍澳一名48歲的男子 懷疑與人結縣 於是就指使兩名15歲的同黨 貼街招報復 三人被捕 警方在6月2日接獲一名聖鄧的男子報案 一名15歲的男童在將軍澳警南村公眾地方 張貼了多張印有他影相片和個人資料 並且有懷疑恐嚇成份的街招 事主受驚於是就報警求助 警方就當場拘捕了那名男子 以涉嫌刑事恐嚇 在男童身上搜出了多張街招和膠水 警方調查後發現這些男童 是受到一名48歲的男子指使 早前就說他們結縣 所以都拘捕那個男人 據悉兩名男童是有黑幫背景 不過沒有刑事罪行紀錄 兩個人分別就是同學關係 大家都是就讀中三 收了2500元去幫人貼街招 不過都被警察抓了 警方表示 重視任何人以非法手段 對他人作出騷擾欺凌行為 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24條 以上的種種行為 益經定罪最高可以判監五年 其實現在都什麼年代呢 還貼街招 有些問題 老實說 如果你真的跟別人有怨 別人又得罪你 老實說 你便將別人的罪證 用一個不嚇人 和不會透露他人私隱的方法 放上網 你貼街招 老實說 現在哪有人會去看這些 即是三四十年前的招式 即是三四十年前的招式 即是已經套地了 還要去用 還要去用 還要用成2500元 真是相當之愚蠢 下一則新聞 有兩個由美國寄去香港的包裹 藏有82萬的藥物 36歲的修檢藍被捕 香港海關破獲了一宗 利用空運貨物渠道 去運送藥物的案件 涉案兩個的郵包同樣都是來自美國 這些郵包說自己是載有魚油的 另外一包是說 再有一些山果脆片 經過調查之後 兩個包裹的修檢人 都是屬於同一名本地男子 海關於是在葵聰把他拘捕 在本次行動中 扣留了82萬的藥物 這些代收貨的不知要坐多久 畢竟不是在他身上直接找到 是說寫他的名字 會不會是有人惡作劇 故意為了報復寫他的名字 如果是這些案件又會是怎樣做呢 如果有熟悉這些案例的觀眾知道的話 都歡迎WhatsApp聯絡一下我 教一下我 把錢放在我袋裡 讓我知道原來這些新品又是怎樣處理 讓我學多些東西 好了 下一則新聞 連續兩宗加起來 42歲男子代入了拆單員的求職陷阱 損失了19萬 另外又有一名21歲的女子 又代入這些拆單案 這個損失了3萬元 太愚蠢了 即是已經口臭地和大家說了足足兩個星期 都依然還可以有人中招 得罪說一句 這些活該死 如果你那麼容易被人騙 不如讓我騙算吧 也不要說19萬 你把旁邊的二維碼掃描 19元我都很感謝你 好了 不說這些愚蠢新聞 說下一則 在井仔附近的新聞 警方攔截截查黃大仙的可兒私家車 檢走了兩萬三千元的藥物 並且拘捕了扣留了司機 在前日凌晨三點的時候 警方的交通執行部 在區內巡查期間 在黃大仙近雅竹街 發現了一架可兒私家車 於是就上前攔截 行動中 警員在車上找到 113克和15克的東西 車上一個姓陳的22歲司機 涉嫌違反危險藥物被捕 即是有機會是快餐車 這些是真的天天抓來抓去都有 其實後面還有多幾單這些新聞 不過我免得重複 所以我就免得這樣去讀 總之這些新聞真是瘋鬼線 為什麼天天都可以有這些新聞 完全想不明白 講完今天最後一單新聞 美夫的士撞到Tesla那裡 的士司機被困 獲救之後送完 在今天7點17分的時候 一架的士沿著葵沖道往九龍方向 駛到美夫新村對開橋面的時候 懷疑因為天雨露或失控 於是就撞向前面的一架Tesla私家車 的士車頭就凹凹 安全氣袋也全數彈出 的士司機被困車內昏迷 Tesla車尾受傷嚴重 司機並無大礙 消防到場就把的士司機救出 送完去救他 如果是其他的車 撞到Tesla的車尾的話 賠錢都賠死他 因為Tesla這些電動車 就不像普通私家車 不是說萬多幾萬元一部 是說隨時十幾萬一部 不過呢 的士撞車的話 會有保險去賠錢 不過這些天雨露滑 沒有人想的 最緊要人沒事 如果有保險賠錢 錢銀這些東西 不會說是小的 不過總好過人不見了 好了 今天星期日 相信我準時九點半出片 都未必太多觀眾看到 不過不要緊 希望各位觀眾 就算星期日 不需要上班也好 都可以繼續去聽井仔的神祖新聞 再不是不聽都不要緊 大家開著去播就可以了 雖然有些事虧 不過呢 我也很鼓勵有些觀眾 如果你有空沒事做的 有時候你未必可以專心聽 不要緊 即是你掛機 你這樣播放那些影片 其實對井仔都會有一個好處的 好了 今集的節目就到這裡 待會的井仔點看再見 好 就這樣 拜拜